分手半年后 前男友出了意外 失忆了 还被送到了我这里 我看着这个1米87的大麻烦 黑了脸 而他却还在傻白甜地问我 你是我老婆 对吗 我皮笑落不笑 咬牙切齿道 我是你爸爸 年关将至 我正加班时 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 问我是不是余景策的家属 余景策 我那白切黑的促进前男友 文言 我铁面无情道 不是 不认识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但没两分钟 医院又打来电话 余太太 这边患者的手机 的确把您的手机号码 备注为亲亲老婆 患者伤到头部了 伤势有些严重 您看您如果不方便过来的话 能联系其他人 过来签个手术同意书吗 我和余景策在一起半年 对他的生活圈 还没来得及多了解时 就因为他实在太能吃醋了 我就提了分手 先在哪里去找一个 能给他签字的人 犹豫再三 我咬咬牙 准备去医院 因为在一起时 余景策除了爱吃醋 其他是没话说的100%男友的 我到医院时 余景策正满脸是血的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 护士告诉我 余景策是被路人送到医院里来的 来的时候满脸是血 问他什么都不怎么回复 也不配合治疗 所以这才给我打电话 护士说 余景策撞到脑袋了 需要做个脑CT 但他太不配合了 会挣扎 他们怕加重病情 所以等我过来 文言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余景策 他的眼神没什么聚焦 看到我时 也是一脸的茫然 和之前看我时的眼神完全不同 之前分手后 我就不肯再见余景策了 所以他都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 眼神满是爱意和热气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余景策 你还认识我吗 我问余景策 但余景策还是一脸茫然 显然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看来真的撞坏脑子了 我喊喊道 有我在 护士就简短地对余景策道 余先生 现在您爱人过来了 您安心和我们去做个检查 确认一下伤情 护士让男护工帮着我 一起推余景策去做CT 一路上 余景策也不说话 就这么看着我 眼中满是疑惑 CT检查 余景策倒是很配合了 不一会儿 脑CT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有些出血 但出血量不大 只要没有继续出血 这些出血量是可以自行吸收 无需手术的 但是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寻寻善诱余景策 让他联系他的家人来照顾他 但余景策总是睁个眼睛 无辜地看着我 那双漂亮的桃花眼里 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什么也问不出来 无奈我只能拿出他的手机 翻找着 看能不能找出些什么 有用的信息来 首先是通讯录 余景策的手机通讯录里的人 离谱到只存了我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难怪医院只给我打电话 我翻开通话记录 试图回拨了几个人 但都没成功 对方不是把我当骗子 就只是和余景策有工作关系 根本不可能过来医院照顾他 无奈 我只能打开余景策的微信 一打开 我就看到了被置顶的我的微信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 当初分手 我态度强硬 直接把余景策删了 微信里 余景策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从最开始的求饶道歉 保证他会控制住自己不吃醋 到后面 他像是突然忘记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一样 正常地问我吃了没 和我道早晚安 提醒我天聊要多天一 会和我分享他早晚都吃了什么 会续续念很多 只是每一条消息 旁边都有一个红色感叹号 不知为什么 我看的眼眶有些发热 就在这时 正躺着的余景策 突然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看着余景策扮赏 接过了他递过来的纸巾 正擦着眼角的湿润时 我就听到余景策干巴着嗓子道 老婆 别哭了 谁是你老婆 我凶巴巴地瞪一眼余景策 他们都说你是我老婆 余景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我 老婆 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对不起 余景策头上还缠着纱布 他挪过来 轻轻拉住我的衣摆 讨好道 老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看了一脸讨好的余景策 眉头促起 我紧紧地盯着他的表情 递问道 余景策 你真的失忆了 刚刚做完检查 我就问医生 为什么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医生说 余景策的后脑勺 遭受过重物的击打 又有初学的情况 所以出现短暂失忆这种情况 也是有可能的 等卯子里的血被吸收后 应该就会慢慢恢复了 文言 余景策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道 没有失忆 我记得你是我老婆 实在问不出什么 所以我也就放弃递问了 准备等他响起来后 就桥归桥 路归路 因为快过年了 公司很忙 我没空在医院里照顾余景策 就给余景策请了个护工 这天我刚加完班 到家洗完澡准备睡觉时 护工给我打电话 他说余景策这几天 总是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 还每天问他 我今天会不会去医院看他 最近余景策吃的也是越来越少了 人瘦了一大圈了 护工问我 明天有没有空去看余景策 他说余景策都挺听话的 但看他总是一个人偷偷躲在被窝窟 也挺心酸的 所以才多打这个电话 文言 我心里有些闷闷的 一看日期 我已经三天没去医院了 我一会儿到 我说完后便挂了电话 我到的时候 余景策正蜷缩着 背对着我 我走过去时 发现他正看着窗外偷偷抹眼泪 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就好像是被抛弃的小狗一样 见到我 余景策的眼睛缓缓亮了 他坐起身来 抱着我的腰 唾气道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我最近比较忙 我解释了一下 其实也没那么忙的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余景策 我对他还是有爱的 但我怕他恢复记忆之后 又像之前那样吃醋 哪怕是正常的异性之间的 交往他都要吃醋 我爱他 但更爱我自己 我不想为了他 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去迁就他 你别不要我 我真的很乖的 余景策小心翼翼地倒 见他这样 我抿了抿唇 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微微正开了他 抱着我腰的手 将刚刚在附近买的馄饨打开 道 刚刚买的馄饨 吃点吧 我话音落下后 余光见到余景策 看着被我挣开的手 神情落末 却又很快打起精神 乖巧的印象 我看着余景策 乖乖地吃着馄饨 默默叹了口气 年关将至 我马上要回家过年了 但余景策 丝毫没有恢复记忆的样子 带他回家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就这么 把他丢在医院里 我正走神时 余景策摇起一个馄饨 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让我吃 看着他最近不同以往的样子 我鬼使神差地吃下了那颗馄饨 见我愿意吃 余景策很开心 眼睛都亮了 一碗馄饨 大半碗他都喂给了我 吃完馄饨 我收拾着碗筷时 背对着余景策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那个 我最近要回家几天 你要好好地待在医院 顿了顿 我又道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说完 我就去洗手间洗手了 完全不敢回头看余景策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把他就这么放在医院 我越来越于心不忍 我不敢看他的失落 却又要强装乐观 讨好我的样子 我出来的时候 余景策正往我的包里塞东西 吃一些糖果和牛奶 还有水果 见我出来 余景策扬起一个笑容 对我说 那你自己回家坐车 要注意安全 路上饿了 可以吃这些 这个糖我吃过了 可甜了 我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余景策 以前在一起时 我心情不好时 总会吃糖舒缓压力 余景策却不让我多吃 他觉得吃那么多糖不健康 现在他就会告诉我 哪种糖好吃 有多甜 我眼眶热热的 没说话 微微点了点头 拿了包准备走时 余景策从身后轻轻抱住我 将下巴抵在我的肩上 语气故作欢快道 提前和你说声 新年快乐 珍珍 我几杯一浆 眼眶迅速泛起水花 我甚至不敢回头 用力点了点头后 掰开余景策的手 头也不回得走了 我怕我回头看见余景策的样子 就心软了 我刚到家 余景策的信息就到了 他问我到家没 我回了的到了 余景策叙叙叨叙又说了很多 无非是让我回家注意安全 替他向我爸妈问好之类的 我没有再回 这一晚 我睡得极不安稳 我梦到我将余景策 就这么丢在医院 大年夜 他一个人清清冷冷地待在医院 后来他想去找我 却在半路发生意外 出了车祸 这次他依旧满脸是血 但是抢救无效 被搁上白布 送往太平间 梦中我淒厉地哭着 叫着他的名字 然后猛然惊醒 醒的时候 我背后额头全是冷汗 那种心慌手抖的感觉 让我久久无法回神 半晌 我摸到刚刚余景策 塞给我的糖 吃了一颗糖缓过来后 我拿起手机看看时间 已经天亮了 早晨七点钟了 我拉开窗帘 外面阳光明媚 我回家的车票 是9点48分发车的 所以我起床洗漱了一下 就带上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准备回家过年了 去车站的路上 我脑海里都是余景策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谈判桌上 他和我老板在谈判 我作为秘书出席 第二次见面 是在一个慈善晚会上 他替我挡了酒 第三次是在孤儿院里 我们都是志愿者 那天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再后来 我们就在一起了 余景策大我四岁 所以生活中的是 他都替我安排的好好的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里 大部分还是很快乐的 想到这里 我的步伐开始变慢 但回家的人潮 把我几项进站口 老婆 你累不累 坐我身上 动车上 余景策蹲下身来 让我坐在他背上 旁边一位同样站立的阿姨见状 看了看自己 低头玩手机的老公 又看了看帅气贴心的余景策 三溜溜地对我道 小姑娘 还是你命好 老公长得好看还体贴 我没回答 恋无表情 我真的是鬼迷心翘了 刚刚明明都快进站检票了 却生生停住脚步 挤出人潮 去医院给余景策办理出院手续 又带他回家过年 原本我的车票 好歹是个二等座 现在倒好 无座 我得一路站到家 还不知道 要怎么和我爸妈解释 我突然带男人回家的事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我都不怎么爱搭理余景策 但余景策总是叽叽喳喳的 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喝水 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一会儿有包颗糖塞我嘴里 躺在口腔里蔓延出丝丝甜意 我看着兴奋地看着窗外的余景策 突然想到 刚刚太匆忙 忘了和他说清楚 我带余景策回家 并不是想和他复合 单纯只是觉得 就这么把他一个人丢在医院里 独自过年 有些余心不忍罢了 但春运的动车上 无坐车票的人还是挺多的 在动车上说肯定不合适 只能到站后 在回家的路上 再和他说清楚了 但我没想到 我刚出站 我爸的电话就来了 珍珍啊 爸爸在出站口等你 你到站了吗 我爸问我 我原本早上的车票 但因为去接了余景策 所以改成下午的票 我怕父母担心怎么迟那么久 所以就和他们说 有事需要改签 没想到我爸妈担心 我爸直接来车站接我了 我看了看身边 一米八十七大高个的余景策 慌了 怎么办 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说清楚 我脑子乱成一团 正准备拉住余景策说清楚时 我爸眼尖地看见我了 挥手喊了我一声 然后余景策同样挥手热情地回应了 还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 爸爸 我回家的车上 余景策坐在副驾驶 我爸开车 我坐在后座 我爸沉着脸 时不时偷瞄一眼余景策 每次余景策看到了 就咧嘴冲他笑 嘿嘿 那个余先生 今年多大了呀 我爸战术性地轻了轻嗓子道 我正欲开口时 就听到余景策态度谦卑道 爸爸 您叫我小余小景小策都行 我今年二十九了 说完 余景策回过头来看我 一脸疑惑 似乎是在问我 我爸这么问他 是不是我爸也失忆了 我默默服额 只觉得头疼得很 无奈 我只能和我爸说 回去再和他解释 我现在能怎么说 难道当位余景策的面 和我爸说别理他 他摔坏脑子了吗 到家后 我让余景策先坐在车上 我拉着我爸 蹲到角落里解释清楚 我老老实实地说了 我和余景策恋爱过 但分手了 现在他失忆了 还找不到家人 看待恋爱时 他对我不错的份上 所以没忍心 就这么把他丢在医院 就把他带回来了 别的什么也没有 让我爸别误会 好孩子和我一样善良 我爸听完 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拍拍我的肩膀 表示肯定 我言归正传 我和我爸说 让他等一下和我妈好好解释 我妈这两年 巴不得我赶紧找到对象 然后结婚 明里暗里都不知道 给我介绍了几个相亲对象 如果没和他说清楚 怕是我妈直接会把我和余景策 送到民政局去原地结婚 我爸点了点头 表示这件事情交给他 然后我们父女俩回头时 就看到我妈正热切地 拉着余景策的手问东问西 而余景策乖巧地喊着妈 事无巨细地回答我妈的问题 我一脸问号 爸 我妈啥瘦下来的 我惊恐地问道 这谁知道呢 我爸叹口气对我道 我估计就算是假的 你妈也得把他变成真女婿了 我 我局促不安地上前喊了一声妈 我妈看到我 过来搂着我 低声训斥道 你这孩子 人家都喊我妈了 你还嘴硬说没有男朋友 你能不能学学你妈的 敢作敢当 想当初我和你爸 停停停 我正想打断我妈 解释清楚时 余景策过来了 她推着行李 乖巧地站到我旁边 此时邻居正好路过 看到我们一家都站在楼下 我身旁还站着余景策 于是笑眯眯地对我爸妈道 真真带男朋友回来了 我正准备反驳时 就听到我妈笑眯眯地回答 是啊 晚上有空来我家坐坐呀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妈时 余景策嘴甜地叫了邻居一声阿姨 小景啊 多吃点 今天有点仓促了 没来得及准备一些你爱吃的 明天我让你叔叔去市场上买点你喜欢吃的 回来阿姨跟你做 吃饭时 我妈热情地给余景策夹菜 余景策一边道谢 一边疑惑地看向我 似乎在疑惑 为什么我妈一直自称阿姨 我低着头扒饭 一言不发 刚刚我妈做饭时 我就和她解释过了 但我妈死活不相信 甚至还教育我 做人不能这样屎乱中气 要负责任等等 炫了我大半个小时 我妈坚定地认为 是我嫌弃余景策 现在失忆了 想翻脸不认人 所以我就放弃解释了 反正过年我只回来一周 等回进城 余景策恢复记忆了 就没这些事了 现在我还是先吃饭吧 吃完饭 余景策自告奋勇地 去洗了碗 我奔波一天了 累得半死 也不想管她了 拿了衣服就去洗澡 然后我洗完澡 一回房间 就看到余景策 正惊畏座地坐在我床上 像急了等待 检查作业的三号声一样 你怎么在我房间 我一脸懵逼 你这孩子 我妈听到我的声音 就过来了 手上还拿着衣服 她又对余景策道 这些是你叔叔的新衣服 我都过过水了 都是干净的 没穿过的 你先凑合一下 明天让珍珍带你上街去买新的 我妈一边将衣服给余景策 一边用眼神 警告我别做那始乱中期的复兴汉 行行行 我担不过我妈 转头去衣柜里 抱出一床被子 对余景策道 今晚你睡沙发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 一个我爸妈的 一个我的 没有多余的房间 给余景策睡 我肯定不可能和余景策 睡一张床的 所以只能让余景策去睡沙发了 余景策文言愣了一下 有些不明就里 但还是乖乖抱着被子 准备去沙发上 我妈见状 立刻拿过余景策手里的被子 塞到我怀里 道 你这孩子 人家小景刚刚出院 你就让他睡沙发 万一睡出问题来怎么办 余景策还想帮我说话 但我实在累到 没心思和我妈掰扯了 就任命地抱着被子 去沙发上睡觉 算了 谁让我一时同情心泛滥 揽了这么大一个麻烦过来呢 余景策洗完澡后 我爸妈也已经就寝了 她蹲到沙发旁边 小心翼翼 带点娇羞地问我 老婆 为什么夫妻两个 不能睡在一起啊 余景策的声音很好听 低沉 清冷 冷不丁在睡得 迷迷糊糊糊的 我耳边响起 酥酥麻麻的 我也吓了一跳 我坐起身来 摘掉眼罩 看着一脸人畜无害的余景策 还是决定和她说清楚 我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对余景策道 坐下 我有事要和你说清楚 余景策文言 乖巧地坐下来 她身上带着沐浴露的清香 和我的一样 我看着清冷帅气的余景策 想着从哪里开始说起好 余景策 我们的确在一起过 但是呢 我们分手了 而且已经分手半年了 我去医院看你 是因为你手机里 只存了我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而且我不认识你的家人朋友 所以我只能去帮你签字 带你回家 也只是觉得你一个人 在医院过年很可怜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了 话音落下后 我顿了顿 看着沉默的余景策 莫名有些心疼 我抿了抿唇 问她 我这么说 你听懂了吗 我愿意地握住我的手 又道 如果是你打我骂我 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这次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余景策的手很温暖 我看着她态度恳切的样子 一时间愣住了 好半场 我才猛地甩开余景策的手 站了起来 我心跳如雷 深深吸了好几口气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居然心动了 你赶紧回去睡 都几点了 我困死了 说完 我推开余景策 在沙发上躺下 将被子盖住头 不敢面对余景策 被子外安静了几秒钟后 我被人连了被子抱了起来 我吓得露出了被子 发现余景策抱着我 正要回房间 余景策 你想干什么 这是我家 我压低了声音 训斥余景策 余景策稳稳地将我放下来 强颜欢笑道 我以前大概是做了 让你很生气的事 我们才分手的 我会尽力弥补的 她抱过另一床被子 摸了摸我的头 对我说道 睡沙发这种事 交给我 晚安 做个好梦 说吧 余景策真的出去睡沙发了 她甚至还帮我带上门 半晌 我都没回过神来 余景策 的确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原本我很疲惫了 但躺到床上后 却辗转反侧都睡不着 脑海里满是和余景策 谈恋爱时的回忆 躺了一个多小时后 我越躺越清醒 我妈说的对 余景策刚出院就睡沙发 万一睡出问题来怎么办 我又联想到那个余景策 满脸是血的噩梦 猛地坐起来 不行不行 她得睡床 我先开被子下床 开门去客厅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时 发现余景策并没有睡 而是坐在沙发上发呆 回房间睡 我走到余景策面前 弯腰抱起被子 准备回房间时 余景策握住了我的手腕 客厅昏暗的灯光下 她微微抬头看着我 片刻她唇角微弯 笑着看我 见她笑 我立刻泼冷水 硬邦邦道 一人一边 中间画条线 不许越线 余景策丝毫不在意我的冷脸 她站起身 接过我手里的被子笑道 都听你的 回房间后 我拿围巾隔了条线 一人一床被子 三零五声警告余景策 不许越界 余景策乖巧地点头后 我才放心地躺下 我的床其实并不大 所以两人其实挨得也很近 我闭着眼睛 鼻尖迎绕着余景策身上 淡淡的沐浴露香味 突然觉得莫名的心安 睡意慢慢袭来 我睡了过去 清晨 我生物中自然醒了 醒的时候 我在余景策的怀里 手脚还搭在她身上 我 这姿势 怎么看都是我主动抱的余景策 我脸瞬间红透 小心翼翼地想一开手脚 但睡梦中的余景策 却翻了个身 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嗓子低雅地呢喃了两句 乖乖 再睡一会儿 乖乖 是以前恋爱时 她在无人处和行动时 会叫我的昵称 我脑中有什么 在逐渐清零时 我妈敲门了 差不多就起来了 今天除夕 你们俩来贴对联 我妈在门外道 闻言 我瞬间头皮发麻 我妈这话 她知道我们俩睡一起了 我惊恐地看向余景策 而她也刚醒过来 正好与我对视 见到我 余景策唇角微弯 她说 早上好啊 珍珍 哦 完了 这下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了 我和余景策起床洗漱后 我妈瑞丽的眼神 在我身上扫描了几下 却什么也没说 只是一副了然的样子 然后将对联递给我 让我去和余景策一起贴对联 贴对联的时候 余景策只让我在旁边 看对联是否贴正了 其余的都不要我做 贴完对联后 余景策与我并肩站着 看着焕然异心的门口 余景策看向我 说道 珍珍 希望往后的每一年 都能和你一起贴对联 很稀松平常的一句感叹 我却想到了早晨时分 我抱着她睡的那一幕 我脸一红 故作板着脸 走进门去 贴完对联 我妈在包饺子 我爸在厨房备菜 余景策去厨房帮我爸 所以我只能去帮 我妈一起赶饺子皮了 起初我妈什么都没说 我也大气都不敢出 等饺子快包好时 我妈蹬不住了 她没忍住 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头 没好气道 你这孩子真是随了我 全身上下嘴醉影 我妈明明说 但我知道她在说 我和余景策的事 我如念了两声 梗着脖子不承认 见我这样 我妈也不逼着我 她将手里最后一个饺子包好 整整齐齐地放在盖帘上 道 行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不插手 那这小景这孩子 的确很不错 妈活了几十年 看人的眼光印象很准 一个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她的眼里啊 都是你 我妈拿起盖帘道 妈看得出你也喜欢她 如果两个人对彼此都喜欢 那就别白白蹉跎月光 别像我和你爸 活活别扭了六年才在一起 说完 我妈进了厨房 留下满手面粉的我愣在原地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喜欢余景策这件事 很明显吗 在厨房帮忙的余景策 被我妈打发出来看电视 见到我在发呆 她愣了一下 低声笑了一声 然后抽了两张纸巾 细致地替我擦着脸 调侃道 包个饺子都能变成个小花猫 我看着近在咫尺的余景策的俊脸 脸一红 反应过来她在调侃我后 我气鼓鼓地抢过纸巾 自己擦脸 余景策见状 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奶糖 拆了包装纸后塞到我嘴里 求饶道 别生气了 就算是小花猫 那也是最好看最可爱的那只 嘴里的奶糖甜丝丝的 我假装凶巴巴的瞪了眼余景策 心里却开始松动 要不给她一个机会 如果她恢复记忆后 又开始变成促金 那到时候再分手好了 吃年夜饭的时候 听了电视在放春晚 窗外烟花绚烂 我的心情好极了 我爸妈一人拿出两个红包 分别递给我和余景策 新的一年里 希望你们工作顺利 两个人和和美美的 我爸妈笑眯眯道 余景策见自己也有红包 受宠若惊 恭敬地接过红包后 也拿出了两个红包 递给我爸妈道 祝叔叔阿姨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爸妈愣了一下后 接过了红包 但接过那一刻 两人明显错愕了一下 看着那两封明显沉甸甸的红包 我眉头微醋 低声问余景策道 你哪来的钱 我从医院接出余景策后 就直奔车站 所以余景策什么都没带 他身上的这身新年衣服 还是下午的时候 傍晚余景策是出去了一下 但他怎么知道 怎么取款的 见我醋眉 余景策无奈道 现在可以无卡取款的 珍珍 我只是失忆了 不是傻了 余景策的语气里带着宠溺 我们俩又离得特别近 他说话间的气息 喷洒在我耳边 酥酥麻麻的 我脸又是一红 夹一只虾放到他碗里 掩饰激动的情绪道 快吃饭吧 吃完饭 我爸妈让我带余景策出去转转 我们这里是能放烟花爆竹的 所以每年的过年期间都很热闹 尤其是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们到放烟花的地方时 已经有很多人在放烟花了 漆黑的夜空 被绚丽多彩的烟花滑亮 看着心情都愉悦了起来 路旁有人在卖烟花 余景策跑过去买了很多 走 我们去那里放 余景策买完烟花后 小跑过来 牵起我的手 拉着我小跑了起来 我看着开心的像孩子的余景策 没有正开 任由他牵着我的手 余景策让我站得远远的 他放好烟花后 点燃 然后跑到我身边 烟花很快就冲上天 然后在天空中 站出一朵朵漂亮的花 我耳边都是烟花的声音 目光所及之处 也都是绚丽的烟花 正愣间 余景策握住了我的手 我看向他 他也正好看向我 珍珍 新年快乐 愿你岁岁平安 也愿你年年有我 余景策将一个新年红包递给我 现场其实很吵 余景策的声音也不大 但他说的每一个字 我却听得无比清晰 我的心跳 与此起彼伏的烟花声同步 看了余景策 我决定勇敢一回 我微微点起脚尖 扑进他怀里 抱着他的脖子道 好 余景策没有防备 因为惯性还抱着我退了半步 在反应过来后 余景策紧紧地回抱住我 声音里是哽咽 与无以复加的惊喜 他说 珍珍 我爱你 我和余景策重新在一起后 基本上天天晚起 大年初四 我被我妈强行叫起来 你这孩子 天天睡上日上三干 你看看人家小景 每天都是一大早就起来 又是陪我去买菜 陪你爸去公园下棋的 你能不能和人家学着点 我妈一边把我的被子抱起来 去阳台晒 一边碎碎念 我最近每天晚上都没睡好 实在不想起来 但没被子好冷 所以只能哀怨地起来 洗漱完吃了早餐 我妈让我去公园 叫余景策和我爸回来 顺便上街买点瓜果零食啥的 明天初五营财神好拜拜 我到公园的下棋脚时 只看到我爸在下棋 没看到余景策 爸 余景策呢 我问道 他去给你埋泥 喜欢吃的冰糖草莓了 我爸围棋快赢了 顾不上理我 眼里都是气 我只好自己去找余景策 那家冰糖葫芦店 就开在公园不远处 所以我准备直接过去找他 温暖的太阳晒在身上 人都变得懒洋洋的 我不乏散漫地走着 到了那家店 却没看到余景策 我正想给他打个电话 问他在哪里时 余光却看到了 街对面的一家咖啡店里 余景策正坐在里面 低头看着文件 神色是以前的那种严肃冷峻 而他对面坐着他的秘书 他的秘书似乎是在 和他汇报工作 我脑袋嗡了一下 一个念头突然在脑海中炸开 我鬼使神拆地走进了那家咖啡馆 然后在余景策 他们不远处的卡座坐下 余景策的秘书 真的在和他汇报工作 而余景策听完汇报后下的 每一个工作指示 都条理清晰 和他以前雷厉风行的风格一模一样 我听着他们两人的声音 越听手脚越冰凉 心中的那个想法已经呼之欲出了 但我还是不敢相信 直到 余总 您的伤还好吗 余景策的秘书汇报完工作后 代替股东与员工 转达了对余景策的关心 没什么大碍了 然后我会开始上班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余景策语气平静道 文言轰的一声 我脑袋一片空白 好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余景策的秘书起身收拾文件 准备离开 离开时 余景策的秘书看见了我 态度恭敬地唤了一声 屈小姐 听到声音 原本在座位上的余景策猛然起身 甚至起得太急 还撞翻了咖啡 余景策急急地来到我身边 看到我后 他脸上原本冷峻的神色 开始慌乱 余景策想要拉我的手 我却避开了 然后拿过包 脸上挂着微笑 语气平静道 你们聊 我先走了 说着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而余景策紧随其后 期间 他数次拉我的手想解释 却被我一次次甩开 我手脚发麻 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敢去深思 余景策到底有没有失意 又为什么要骗我 我只觉得心惊不已 余景策拦不住我 最后没办法 他抱住了我 求我听他解释 我看了余景策 他焦急地解释着 我却只看到 他一张一合的嘴 一阵耳鸣 什么都听不到 余景策骗我 很有成就感吗 我看了余景策 眼泪控制不住地夺况而出 文言 余景策张着嘴 却无言以对 他想要说些什么 却不知道该怎么狡辩 握着我手臂的手 都开始发抖 如果你是要报复 我之前分手时 对你的狠心与决绝 那么你成功了 我用力正开余景策的手 挺直几倍 头也不回得走了 我警告余景策 不准再去我家 否则我会撕碎 他在我爸妈面前的那些好感 我回到家时 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像是用尽全身力气一样 虚脱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妈见我一回家 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两手空空 也没和余景策 我眼神涣散地看着我妈 勉强扯出了一个笑 问她 妈 年前你说让我去相亲 现在还能相亲吗 我想安定下来了 我妈以为我和余景策吵架了 所以只当我说 要相亲是在说气话 甚至还劝我和余景策好好说 说余景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还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结果第二天一早 我妈又开始问我 余景策去哪里了 我实在不想再听到余景策的名字 于是约了高中时期 最好的闺蜜唐沐昕 躲了出来 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余景策就守在我家楼下 他大概是一夜未睡 眼里都是红血丝 神色也满是疲惫和憔悴 我目不斜视 静止从他身边路过 叫了一辆出租车离开 我本以为可以和唐沐昕聊聊天 释放一下压力 但没想到 唐沐昕带了他哥哥一起 更没想到 他接个电话就接了快半个小时 留我和他哥哥面面相去 听欣欣说 你现在在进城工作 我也在进城 我们可以加了微信 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互相照料 半上 唐沐昕的哥哥 唐沐石主动道 以前的唐沐石就很温和 过了几年后 变得更加温文尔雅了 其实以前我也没少见他 但隔了几年再见后 总觉得很陌生 我有些尴尬 但他都主动提出加微信了 我也不好拒绝 于是互加了微信 刚加完微信 闺蜜就回来了 他见到我和他哥互加了微信 打趣道 哇 哥 你这个万年老铁树 居然会主动加女孩子的微信 奇闻啊 文言 唐沐石的耳尖红了 他清了清嗓子 转移话题道 今天街上很热闹 走吧 带你们去逛逛 街上的确很热闹 卖棉花糖的 卖糖人的 卖各种各样小吃的 还有套圈圈 飞镖气球的等等 满满的都是童年回忆 于是我和闺蜜玩疯了 唐沐石就跟在我们身后 替我们拿外套 提包和拿零食 完了一天 吃完饭 我们看了个喜剧片电影后 又找了个烧烤摊吃夜宵 啤酒配串 不知不觉间 我和闺蜜酒都喝多了 两个人凑到一起 给对方看手机里的帅弟弟 咦 你这个 不行 腹肌不够明显 闺蜜看了一眼我手机后 嫌弃道 我有网址 你等着 我找找 可帅可多快了 闺蜜说着 就要打开手机 被唐沐石一把按住 他头疼的看着我们两个醉鬼 买了单后 将我们带上车 准备送我们回家 唐沐石本来想将我们一起 所以一时间车内很安静 于是他打开了音乐 音乐是一首抒情的音乐 我听着听着 眼泪不受控制的落了下来 我将脸偏向窗外 但唐沐石还是很快就发现 我在哭了 等红绿灯间 他抽了几张纸递给我 也没多说 只是像是自言自语道 难受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哭完就好受了 我没有回应 只是接过纸巾 擦了擦眼泪 但眼泪像是坏了的水龙头一样 越哭越多 最后我索性用纸巾捂着脸 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其实昨晚我就很想哭 但哭不出来 今天喝了酒 情绪有了宣泄点 就哭了出来 唐沐石没有打扰我 到我家时 他停稳车 安静地等我哭完 我哭到太阳穴都疼了后 才慢慢止住哭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 和唐沐石道歉 并拿过包和外套准备下车 唐沐石想送我上楼 但后座的闺蜜也突然醒了 亮亮呛呛地下车了 搂着我说要再去喝 你先带欣欣回家吧 这么晚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抱歉地对唐沐石道 唐沐石本来还想坚持 送我上去安全一点 但闺蜜开始撒酒疯 无奈他只能在楼下看着闺蜜 然后目送我上楼 说让我到家和他发了信息 我到家了他再走 我怕他在楼下等太久 于是刚进电梯 就给他发了消息 唐沐石秒回复 好的 早点睡 晚安 我扫了一眼后 就锁平收起了手机 出电梯后 楼道里的灯亮起 我看到了蹲靠在我家门口的余景侧 他见到我回来 明显松了一口气 他立刻站起来 但可能蹲太久了 起得急 人亮枪了一下 我没有理他 拿出钥匙就想开门回家 乖乖 给我五分钟 我说完后 你要打药骂我都听你的 就五分钟 求你了 余景侧哀求道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片刻拿出手机 开始倒计时 见我松动 余景侧如是重负后 开始解释 我受伤之后 是真的短暂地失忆过 在医院急诊 见到你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但做完检查我就恢复了 我当时看到你因为我受伤 愿意再见我 所以我没有说出恢复记忆的事 我踏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我总想着 下次再说 下次再说 珍珍 我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想过报复你 你是我见到第一眼 就想共度余生的人 我知道以前的我很专断 我不该去那样吃醋 你与异性的正常交往 我真的很深刻地反省过了 对不起 珍珍 余景侧胡乱地说着 她说这些的时候 眼底有泪 手在微微发抖 我看着她 表情异常平静 在发现余景侧骗我的那一刻 我是愤怒震惊的 但现在是平静的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但我现在的确不想见到她 很快 五分钟到了 我拿出钥匙开门 准备开门时 我感觉到余景侧明显崩溃了一下 关上门的那刻 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倒地的声音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 准备回房间时 却停住了脚步 然后奔向门外 门外 余景侧已经昏过去了 躺在地上 身上滚烫 脸色惨白 我尝试着叫醒她 但余景侧完全没有回应 我想扶起她 但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最后慌了 带着哭腔朝屋内喊道 爸 妈 您快出来 余景侧晕晕过去了 医生说余景侧是着凉发的高烧 加上低血糖 才晕过去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得好好养一养 毕竟不久前才脑出血果 见没什么大碍 我就让我爸妈先回家了 我自己守着她就可以 我爸妈回家没多久 抽了抽 也没能抽出来 打电话叫你秘书来接你 我将手机丢在余景侧身上 面无表情道 我砸手机时砸脱了 所以砸在余景侧身上 很是大力 余景侧捂着被砸到的胸口 微微倒吸了一口气 脸色白了几分 我其实在手机砸出去的 那刻就后悔了 但碍于链子 没有出声 余景侧调整了几次呼吸后 快就到 对不起啊 吓到你了 文言 我眼眶一下就热了 我家脸偏向一边 不去看余景侧 我真的不是存心骗你的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我发誓 余景侧轻轻拉了拉我的手 诚恳地发誓 我知道你很生气 换做是我 我也会生气的 所以你惩罚我一段时间 看到我的表现 再决定要不要原谅我 就是可不可以别不理我 余景侧小心翼翼地挡 我转头看向余景侧 现在的她 卑微小心翼翼 与我出现她时的一起风发的样子 完全不同 我微微垂下眸 叹了口气 道余景侧 你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 何必把自己搞成这样 余景侧大概就是 现在说的优质男性 有钱 有社会地位 长得高 长得好看 而且专情 她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喜欢吃醋 那都不是你 余景侧红了眼眶 我抿了抿唇 没有正面回应她 道 如果你不想秘书来接你 那你打抵你爸妈 找你朋友 我最近这段时间 都不想见到你 我是真的想静静的 文言 余景侧愣了一下 低声道 我是孤儿 也没什么朋友 其实真真 我挺孤屁的 余景侧怕吓到我 于是立刻道 但你相信我 我真的意识到 量是不对的了 我已经改正了 我不会再干涉 你的人际交往了 对不起 文言 我愣住了 原来余景侧从来不提家里 也没带我去见父母 竟然是这个原因 我下意识反握住她的手 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一样的疼 咪 我拧了抿唇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最后拿起了床头的一碗粥 我低头将粥的 外包装袋拆掉后 放在余景侧面前 道 喝点粥吧 过去的 就别再提了 我和余景侧没有复合 但也没有继续冷战 两人之间的气氛微妙 初期晚上 我收到了唐牧师的信息 他说他明天下午回进城 问我要不要坐他的车 一起回进城 我婉拒了 因为闺蜜说 他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还是喜欢余景侧的 只是现在想先缓一缓 所以我就更不可能 在明知唐牧师 对我有意思的情况下 在和他有什么交集 因为那样对大家都不公平 但唐牧师是打直球的 在我多次婉拒后 他也察觉出了我的意思 于是直接约我吃饭 我犹豫之后 赴约了 恰巧余景侧约我吃饭 我没有正面答应余景侧 我知道今晚是他的生日 只是唐牧师这件事 我不想继续拖下去了 吃完饭 唐牧师将一个礼盒递给我 是一条手链 我礼貌地将礼盒推回去 说道 牧师哥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我男朋友还在家等我 男朋友 文言 唐牧师错愕了一下 是 过年期间见过家长了 我礼貌笑笑 起身道 那我就先走了 唐牧师反应过来后 同样起身 绅士道 我送你 不用了 他在外面等我 说吧 我指了指外面 窗外 一个身姿其长的男人 立刻将鸭舌帽压得更低 然后移开视线 假装看天 唐牧师了然 他笑了笑 道 那祝你们幸福 结婚时记得给我发请帖 借你吉言 我扬起一个放松的笑 离开前 我结清了这顿饭的费用 出了餐厅门后 我看到于景侧正贴着餐厅玻 寻找我的身影 我挑了挑眉 悄悄走过去 然后不轻不重地叫一声 于景侧 文言 于景侧的脊背僵住了 然后默默摸了摸脸上的口罩 又压了压帽子 然后假装路过 低着头就想走 看到这一幕 我又好气又好笑的 你要是走了 我就把你的生日礼物送给别人 我哼哼了两声威胁道 他现在不敢光明正大的吃醋 改成偷发摸摸摸的吃醋了是吧 那我就质疑治他 哎呀 这可是我挑了好久的礼物啊 我故作可惜地想转身走 刚走没两步 手就被人拉住了 于景侧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道 你没忘记我生日啊 我抬头看向于景侧 他已经摘了口罩和帽子了 我们俩人此刻正好站在路灯下 暖黄的路灯打在他身上 他逆着光 看着我 眼里都是我 我上前一步轻轻抱住他 在他耳边道 没忘 以后也都不会忘 回应我的 是于景侧紧紧地拥抱